她是打扮最精致的卡友 身穿短道带开车 不仅每天化着精致妆容 就连装货时都要保持精致 她就像带着衣柜开车 车上的衣服比货物都要多 几乎每天换新衣服 如此高颜值却找不到合伙人 女汉子究竟是不是真卡友 我是榜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卡车女汉子的网红之路 她身材高挑面容精致 却找不到对象 为了结婚开始开货车 就是为了和男性多接触 她把自己塑造成好媳妇形象 见到别人就忍不住推销自己 生怕自己嫁不出去 但这样努力的人 却差点连司机都找不到 俗话说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女汉子也想找个男人合作 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放松一些 顺便考察别人的能力 有机会的还能发展成未来老公 但天不遂人愿 女汉子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伙伴 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大哥 结果大哥年纪不小 发际线已经到后脑勺 女汉子立刻收起自己找对象的心思 让大哥放心开车 看来哪怕条件再低 也会看颜值担当 无论谁遇到女汉子 都会想和她交朋友 她和几位男卡友一起在路边吃饭 大家担着自己的午饭 一起聊运输过程中遇到的事 大多数人对卡友有偏见 认为他们只是开车就能赚钱 让货主十分恼火 于是一些货主会故意苛责他们 装车时故意拖延 送货途中不断提要求 哪怕女汉子拥有漂亮脸蛋 也不免被为难 可她有足够的底气 女汉子的性格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在24岁的年纪 刚拿下驾照就敢贷款几十万买车 事业走上正轨后 继续买第二辆 最厉害的时候 背负200万贷款 还需要雇佣两个司机开车 在如此大的压力下 她却一点都不着急 女汉子的人生经历不平凡 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的女生 她从最开始打工 到如今开卡车 其中经历的艰辛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她也自嘲没文化 只能做简单工作 但她的选择是成功的 无论是开货车 还是成为网红 都能改变她的生活 在没人帮助的时候 她只能自己收拾 自己给玫灰盖棚布 自己拉绳子固定 一天下来 整个人就像在玫灰里走了一遭 脸上身上都是灰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她都穿着干净 并且气质也不像开卡车的人 被质疑她作秀 她把车头装饰得像家一样温馨 里面白色内沉一沉不染 和其他司机完全不同 一点开车劳累的痕迹都看不到 有人说她把卡车开成教练车 用来拍摄 实际上不拉货 女汉子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虽然她努力证明自己是真司机 而不是作秀 但相信她的人微乎其微 女汉子究竟是不是真卡友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闲预报